我並不認為俄羅斯要處理這個問題 需要去找中國啦 因為北朝鮮目前跟 中國大陸的關係也非常不好 也非常的不好 所以我也不認為 俄羅斯會因為要處理 朝鮮半島的問題然後去找中國 我就會不至於 因為我認為 金正恩擺明是要搞核武啦 那這一點中國大陸是不贊成的 所以在這裡是有矛盾的啦 所以不要以為中朝關係 是非常好啊 我認為不是這樣 我認為 對於這個北朝鮮發展核武啊 俄羅斯無所謂 因為 莫斯科距離他太遠了 還幫助他發展 所以基本上威脅不大 可是北朝鮮會威脅到 北平跟天津啊 北京跟天津啊 這是非常明顯的事情嘛 所以中國大陸是相當介意 那俄羅斯無所謂啊 所以我們不要把這個 中、俄、朝 三方的利益都視為完全一致啦 事實上並不是這樣 那另外還有就是 美國對於中國 跟北朝鮮的經濟啊 還有跟俄羅斯的經濟往來啊 那最近查得越來越嚴啊 那中國大陸 因為他畢竟還是跟 全世界在交往嘛 並不像俄羅斯跟北朝鮮 等等等 相關的規定 那中國大陸還是要遵守啊 那 一遵守下來 北朝鮮也會不滿啊 所以我跟你講這個 我並不認為 北朝鮮的危機啊 我們要連動到 比如說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接觸啊 或者是中國大陸最近 在台海搞了聯合意見啊 我覺得不要連動來看啊 這樣可能會 在誤解了這些問題的本質啊 大概是這樣 所以亮哥的觀察來看呢 目前的事情大概最多就是重演一下 這個岩平島跟這個天安建的 我覺得一個情勢啦 倒不會在美國大選之前 有太大的一個變數 但是亮哥剛剛只是分析了 韓國這邊的一個感覺 就是說爸爸不在家 我先鬧點事啊 那你覺得對於朝鮮來說 那他的動作的目的又是什麼呢 他就單就是 那個三妹我跟你講啊 所以比較可能的是 北朝鮮跟俄羅斯啊 有一個謀略啦 因為我們知道 北朝鮮提供俄羅斯 超過一百萬枚炮彈嘛 沒錯 俄羅斯也在協助 北朝鮮某一些先進武器啊 甚至我認為他的飛彈的試射 都跟俄羅斯有關啦 還有衛星 那基本上我認為是 北朝鮮鬧出一點動靜啊 讓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場上 可以解掉一部分的壓力 因為美國你不可能都不來理會朝鮮半島吧 那等於是逼著美國要 還要分心管另外一件事 那我覺得還有另外一點 坦白講普京跟金正恩啊 都是政治老手啦 他們就是要製造 對拜登賀錦麗不利的新聞啊 我坦白講他們是在幫川普助選 我認為他們在幫特朗普助選 太明顯了 那 他們當然都希望特朗普當選嘛 因為特朗普見過金正恩兩次 那拜登都不理他嘛 所以 相對來講金正恩是比較喜歡特朗普的嘛 而且我認為特朗普是一個交易高手 他比較不會拘泥 一些什麼普世價值啦意識形態啦 那硬要對 北朝鮮做制裁到底啦 我認為拜登 在他這個將近四年任內啊 在北朝鮮的問題 基本上是交白券啊 完全沒有任何動作 不理他 這個也是非常糟糕的一個總統 坦白講我認為 拜登跟布林肯啊 未來歷史評價一定非常的低啦 這兩個人在外交上 我認為就是節節敗退 不然就是亂七八糟啊 所以我坦白說站在普京 站在金正恩的立場 他們當然希望共和黨來執政嘛 那至少 川普他們是打過交道的 那認為特朗普這個人 基本上是可以溝通的啦 可以交易的 當然利益還是不一致 可是比較有機會溝通 所以我覺得這個氛圍 事實上我們也要把納塔尼亞胡 在這個黎巴嫩的動作 還有北加沙的動作 連著看 我認為納塔尼亞胡 也是擺明在幫特朗普助選的啦 因為我跟你講 今天已經10月15號了 是的 只剩下20天就要投票了 那結果這三個人 你不覺得非常詭異嗎 納塔尼亞胡 普京跟金正恩 竟然利益完全一致 你還漏掉一個 加拿大跟印度要呼驅逐外交官 拜登現在想說你們搞搞什麼 10月驚奇給我來那麼多 我認為就是他太糟糕了嘛 所以他製造出一大堆事故 然後都變成政治僵局 然後都沒有解吧 欸你想一想 連中東戰爭你都可以讓他打了一年 這簡直匪夷所思啊 那這個惡物戰爭打了兩年多了 他都打了兩年半以上了 這個拜登真的是 無人到 跟個廢物一樣了啦 我講白說 尤其是那個布林肯啊 布林肯除了開會之外 什麼都不會啊 那開會永遠都沒有結果啊 一而不絕嘛 他去了中東多少次了 10次 我就是這樣講 我就是說啊 你搞到 這三個人竟然都希望特朗普當選 你剛有多離譜啊 這三個 不講了啦 反正啊 這個金正恩是因為你都不理我 對不對 那普京認為呢 換了特朗普 歐洲戰爭可以迅速結束 那納特尼亞 我覺得 你拜登就是始終猶豫不決嘛 那造成我很大的困擾 就是這樣啊 原因都不一樣 可是都要你下台 就是這樣 最後的結論也是沒想到 十月驚奇竟然來的這麼快 而且都是對於民主黨不利的 我沒有想到